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再来哪些机遇呢?不论是做平台还是电商独立站,卖家们都不会忽略的一点就是,流量独立站并不像平台那样,随随便便开个直通车,或者投放一点站内广告就可以了。 独立站出了通过SEO来提升网站的关键词,排名权重等等,而通过SNS营销,Google Ads,Facebook Ads,TikTok Ads等等,则是站外引流需要考虑的营销手段。 正常情况下,我们去做竞价广告,或者信息流广告的投放,是很多企业同时在做,做的人多了,自然的我们投入的广告费高了,跟着货客的成本也相对的高了。 而近两年的KOL以及短视频营销的迅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货客渠道,从而降低我们的货客成本。 在当前的国际疫情形势下,全民隔离的情况下,用户更是宅在家里,通过线上购物及娱乐来满足日常需求。 线上用户的暴增,更是提升了直播家视频营销的性价比,这也让视频家直播的平台用户得到井喷,疫情爆发,促使人们线上需求增大,不管是休闲方式还是购物方式。 这个时候,跨境卖家的机遇就来了,通过社交媒体以及短视频平台来进行营销推广。 这个时候的流量成本是最便宜的跨境电商独立站的站外引流方式。 1. 社交媒体平台 YouTube by Instagram 社交媒体 其传播信息 完成交流 发起讨论的 产业分工 完美契合了疫情期间 特殊的外部环境 各种各样的视频内容 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 打破社交圈层 地理限制 完成短时间内 高效传播 并最终转化为 实际执行力社交媒体平台 已经成为了本次疫情防治的关键环节。 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实际上也支撑了疫情期间人们被打破的生活节奏 无论是工作 学习 还是娱乐 游戏 社交媒体的存在 很好地填补了人们的线上总时长 不至于让人们生产生活 完成陷入停滞 YouTube一个原创视频 内容分享平台 Instagram更偏向 年轻人的时尚平台 作为KOL的聚集地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产品视频 及图文发布 当用户高频 大量地维持线上状态 不断地进入社交媒体 所搭建的各个场景 社交媒体推广的各个产品 就会得到大量的曝光 做独立战的卖家 一定要抓住这个实际 通过YouTube Instagram的推广 来提升独立战的曝光率 2.海外版抖音 TikTok广告投放 作为字节跳动 海外扩张战略的排头兵 TikTok自17年8月上线以来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迅速成为了能与 Inz YouTube 必争高下的线像级产品 根据Sensor Tower Store Fore Intelligence的估算 2月份 全球有将近1 13亿的App Store 和Google Play用户下载了TikTok 这是该应用程序 有史以来安装量和收入 均创历史新高的月份 目前 该应用全球总下载量 已超过18 2亿次不包括 中国及其他地区 第三方安卓平台 借时代变革之势 短视频正在全球范围内 快速崛起 抖音的成功 无疑证实这一点 内容的流动 带动文化与潮流的传播与认同 短视频正在成为 沟通GEMS的世界语言 TikTok正在不断地完善 去年已经在内 内测物车功能 可以预见 一旦TikTok的购物车功能 全面放开 广大外贸 和跨境电商卖家将迎来 海外社交流量的新蓝海 2020年必须出海 短视频营销的爆发年 而跨境独立站卖家 更要提早布局 抢占流量红利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让品牌推广 变得碎片化 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 短视频 直播的火爆 让品牌的价值 大打折扣 在信息碎片化 品牌多如牛毛的时代 要打造一个新的品牌 难度颇高 疫情之下 竞品的数量 急剧减少 用户的注意力 也仅限于几个常用的媒体 这时候做营销推广 或许会有远远大于 平时意想不到的效果 企业的营销推广 是伴随企业一生的 只要企业还想赚钱 就少不了 做营销推广 当下这个情况 要反其道而行之 在别人恐慌的时候 要沉着冷静 在别人按兵不动时 要果断地出手 能不能前鱼翻身 就看这波推广了